在Dreamweaver的部分, 新增一个网站 网站名称就是204APP 那名称的话 将来你们可以想想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文学史 或者是其他 看各位有兴趣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文学就是在 有太多的素材内容可以做的 网站在哪里呢?网站在桌面上 所以我把它找到桌面, 找到204APP 按选取 这个步骤跟之前一模一样, 按储存 储存完之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index 所以必须要新增一个index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有一个框架 就是一个home 再加上那个六个 六个里面的 那个页面, 那页面的结构一定是 页首 内容跟页尾 所以其实 这些东西只要你把它标准化之后 其实我觉得好像做一个APP 好像都还 蛮顺利的 所以比如说我常常有很多想法 我想要做什么 那就开始做 好像花不了多少时间 一个APP就做出来了 那基本上可以累积的 你可以 创造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是 独特性 也就是不会有人跟你重复的 比如说为什么 我其实 我蛮喜欢上课 因为上课 我可以产生上课的影片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我youtube上面放了超过两万个 上课影片 那这个效益有多大呢 其实我也不敢算 因为好 感觉上 我根本没有 上课的时候 其实呢 也会有两 两万个影片 随时 只要他有兴趣 想要学习的 他就会认识我了 这感觉好像还蛮妙的 如果说今天你做一个APP 你放上去啦 如果人家随时想要聊 比如上礼拜 你们做的那个106APP 比如说 我发现很多同学 做一些什么大溪啦 或者是一些什么 一些著名的景点 深坑啦 什么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把它放上去 国外的游客也好 或者国内游客也好 他只要到个地方 像我的习惯 我也会找 有没有对应的APP 如果有 那我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 又用的还不错 像我们如果做完之后 像我上个礼拜发现 同学做的APP还不错 该有的都有了 那他就会自然而然 至少我觉得啦 他会认识你 那至于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很难说 像常常就是会有 因为这样的关系 很多厂商他要找人家帮忙 做一些案子的时候 就过多少就会 就会找到你 其实在后续的效益 这个部分的很难估算 那至少啦 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啦 那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学了很多东西 你怎么样把它 发挥出来 就像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 我念了 其实我念 念中文系博士念到 总共念了几年 大学念了四年 硕士在念四年 博士在念八年 可是这些东西 到底能不能发 发挥出来 其实我 常常 曾经在毕业的时候 常常在想说 到底我要怎么把我 所学的东西发挥出来 好像这些 如何去用出来 这件事情 在学校好像真的是 没有太多 琢磨 那后来慢慢去思索 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上面 因为这就是一种你的底层的 底层的一种基本的涵养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人文的素养之后 你就比较知道你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而不是说你只是知道 要 做出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你背后你没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涵养 那当然自然而然你做出来东西 其实还是会有个落差的 一个质感 一个东西的质感 还有就是要该怎么做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支撑的 如果没有那个支撑 其实说真的 感觉其实还是差一线还蛮大的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 那当然有没有冲突 其实我觉得不冲突 一个是 你的那个 算是行而上的 这个东西 其实说真的 你没有办法跟行而下的东西 做类比 一个用的 一个是怎么去使用 一个是用什么东西 至少你要有内涵 那以我们这一题 204来看 当然第1个 我们要先产生一个网站 这个我想前面都讲过了 我想各位应该都没问题 第2个的话呢 我们要 开一个新的档案 特别注意前面也讲过 就是第1个你要注意就是说 一定要找到是 HTM 5 这个前面有同学做错 后面的网页 就做不出来 这个是关键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 在利用什么 开新一个档案 然后呢 HTM 记得5 然后把它选起来 按建立 建立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找到 我建议是把这个模式改成传统的 并且把那个 我们的状态改为分割的 你会发现传统上面会有面板 分割一下 为什么要分割呢 左边就是程式 右边就是画面 那在body跟body中间 做什么 Enter一下 或者两下也可以 把它移到这个中间 做什么呢 插入那个 这个JQ Mobile 里面的什么页面 那 这个地方呢 我们页面总共会有7个 所以你就分别怎么样 插入7个页面 那第1个页面的话呢 这个时候会出现说 这个JQ Mobile 我用它 来 做我的相关的那个 背后的一些版型 一些运用程式部分 然后按确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名称叫什么 第1个呢 也许我们通常是home 那home 那需要页首跟页尾 两个按确定 第1个就完成了 不过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帮我产生的东西 一定就是什么 一个页面 那页面的结构呢 一定有个头 那这个头呢 一定会有个尾 所以一个DIV 配合一个斜线DIV 那它会告诉你说 你这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DIV 它会有一个叫DataRaw 就是它的角色 是一个patch 一定也要有一个ID ID就是我们刚打上去 home 那再来这个第1个 页首部分 一定也是一对的 DIV 斜线DIV 指的就是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的页首 中间的话呢 是内容 底下的话 是页尾 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都是一对的 这个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就是 少一个都不行 之前同学做错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好 那游标记得再放外面 再插入第2个页面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 我们就是 第1个是 home 第2个的话呢 是page 那page的话呢 总共我需要 会有 总共有6个 所以我这边的话 一样都有yes 按确定page1 然后再来 游标再放在外面 再插入page2 page3一直到page6 不过我的习惯有时候 我会偷懒 我插入一个page1之后 Ctrl C 做什么呢 因为它都一样嘛 差别在哪里呢 我把enter一下 最好把他间隔开 这样会比较清楚 因为我怕 同学对于那个 一个页面一个页面中间的间隔 都搞不清楚 那把它贴上这边 改成2就可以了 那你就会有page2了 再一样 enter 把它贴上 那用同样的方式 分别产生 那个page 因为总共有那个 6个页面 当然还有个变通的方法 如果做3个之后 你可以想 再把这3个复制 贴上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啦 有没有更快一点点 好像似乎有更快一点点 OK 那这边把它改成4 改成5 改成6 那我们的基本架构就有了 那因为它 左边部分做完之后 右边不会马上更新 那如果你要更新的话 你右边要点击 点击右边一下 右边就会更新的 所以 1 2 一直到6 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里面的文字稍微变更一下 那里面的话也许 第1个页面就是home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古文字美 内容 页尾 页尾的话就是那一张图 分别把它放上去 再做出我们要的 这个 我想这个app就做出来了 那最后做完的话 我先把它存档好了 记得把它储存 档案的名称的话 记得 就是 就是这边改成什么呢 index.htm l 记得好像一定要加l 之前同学 第二个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 名称 打错了 之前好像有同学打成什么 204app.htm 传到那个网站上 其实有发现 奇怪 他其实明明已经告诉你说 他找不到index.htm 然后同学还问我 为什么 他上面明明就是有跟你讲说 他缺这个东西嘛 所以有的时候他会看一下 那 这个部分存档之后呢 我想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呢 他会帮我们 复制JQ Mobile 的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我 之所以会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个app 都是靠这个东西 叫JQ Mobile 那这个JQ Mobile 实际上我讲过 是一个好像20几岁年轻人 他所弄出来的 他有分的两个 一个是叫JQ 一个叫JQ Mobile Mobile是用在手机上面 OK按确定 那 特别的处理 这个理论上应该会有个叫做JQ Mobile的资料夹 如果没出现的话呢 你可以从这边重新整理按一下 OK 这边就出来了 有没有 那之前我们 在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其实如果说你要把那个 里面的颜色 变更的话 其实就是把 这一个 档案给换掉就好了 OK 那基本上呢 我想请各位先把那个 这个网页 Index DM 建立起来 那里面的话呢 会有七个页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再休息 先休息一下 待会的话呢 如果可以啦 你自己可以先动作做做看 里面我可能会需要做的就是 古文之美 一个导览列 然后里面有个图 或者顶多就是 放个List View 可以啦 如果你要放个List View OK 哈 好